很多人认为加密货币只是用于进行买卖和投机炒作,但在越南,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实体店开始接受这个PiNetwork加密货币支付。 很多越南的商家也为PiB在越南的推广添砖加瓦,而这种参与不仅丰富了PiNetwork的生态系统,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多使用PiB的场景,促进了PiB的实际应用。 越南的先锋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为PiB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普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虽然说目前有些人还不能进行KYC或者KYC还在审核中,而且PiB映射也在缓慢进行着,但Pi项目方一直都有在做事情。 PiNetwork的核心团队一直都在为项目的愿景前进,没有偏离过,一直致力于创建一个可持续,有实际应用场景的数字货币, 保持了对项目愿景的承诺。 此外,很多人都说PiB不能变现,又没有价值。 可是,小萱我想说PiB如果没有价值的话,那有些人用PiB来吃喝玩乐,用PiB来旅游,用PiB来剪头发,用PiB来买日常用品,用PiB来搭乘计程车等服务。 这些是什么呢?如果PiB没有价值,又怎么可以实现这些东西呢? 这实际上是在赋予PiB实际的交换价值,而且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交换价值的媒介,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 PiNetwork正是致力于创造一种能够实现这种本质的加密货币,从而促进了PiNetwork愿景的实现,也展示了PiB的潜在价值。 不论你觉不觉得PiB有没有什么价值,还是你在考虑着要不要参与PiB挖矿。 小萱我都建议您亲自去了解PiNetwork后再决定要不要挖矿PiB。 大家好,我叫小萱。 那这期视频小萱我主要会跟大家分享PiNetwork加密货币在越南的情况,让大家看一下目前越南的PiB一活状况。 最后说一说,PiB在越南推广和应用会带来的七个好处。 在影片开始之前,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就一定要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第一,推荡手机店现在支持Pi支付购买手机配件。 一位Pi先锋在这家店购买了一款价值4.12美元的快速手机充电器,而用于支付的PiB只有0.0001388。 这不仅是一次数字货币支付的新尝试,也是PiFast活动在越南地区的生动体现。 那么,推荡手机店为Pi用户提供了更多购物的便利和趣味, 让他们可以用PiB轻松购买手机配件。 此外,对于这位Pi先锋而言,能够用PiB支付手机充电器不仅是一次实用的购物体验, 还体现了PiB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价值。 这样的互动不仅为越南的Pi社区增添了新鲜元素, 也使PiFast活动更加有趣和有意义。 希望越南的Pi友们继续探索更多Pi支付的可能性, 为PiNetwork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第二,越南Foodo省Tamnone区BagSan社区的一家理发和洗发服务店接受Pi支付。 那么,这家位于越南的理发店不仅仅是提供理发和洗发服务, 还在PiFast活动中积极参与,展示了对PiNetwork的支持。 这样不仅能推广自己的业务,更是为了与全球的Pi社区互动。 这种全球性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PiB在越南的应用, 还为理发店赢得了更多关注和支持。 那么,在这家理发店,顾客可以不仅仅通过传统的现金方式来支付服务费用, 还可以选择使用PiB。 这位消费者提供了更灵活、便捷的支付方式。 这种支付方式不仅方便了顾客, 也展示了Pi加密货币在提高支付效率和方便性方面的潜力。 因此,越南这家理发店不仅仅是服务顾客的地方, 更是Pi加密货币走向大众,实现普及的一个关键参与者。 这一商家的决策代表了数字货币在传统行业中的融入, 为PiNetwork的全球拓展打下了坚实的一步。 第三,在越南,PiB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理发店, 咖啡店也积极参与,为数字货币在日常消费中的推广贡献一份力量。 那我们正在说着的咖啡店就是Trunguin Legend。 Trunguin Legend是越南这名的咖啡品牌之一, 而现在有一家Trunguin Legend的咖啡店接受PiB支付, 允许顾客使用PiB来购买他们的咖啡。 这家咖啡店提供各种精选咖啡豆和独特口味的咖啡, 让您用PiB享受越南地道的咖啡文化。 不仅如此,通过使用PiB支付, 还能感受到数字货币的便捷和创新。 那么小轩我不确定这家支持PiB支付的具体地址。 如果您对这家咖啡店感兴趣的话, 那么咖啡店的具体地址和其他详细信息, 可能就需要您亲自前往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了。 第四,当然不止一家咖啡店接受PiB支付, 有许多的咖啡店也开始接受Pi支付了。 而其中之一是ASO CAFE, 这个舒适的咖啡店成为了Pi加密货币土籍的右翼佐证。 ASO CAFE不仅提供美味的咖啡, 而且为顾客提供了使用PiB支付的选项。 然后店家也积极参与PiFest活动, 通过在店内贴上活动传单, 向更多的顾客传递数字货币的魅力。 这种宣传方式不仅为店家吸引了更多关注, 也为PiNetwork在越南的推广做出了积极贡献, 让更多人了解到数字货币的便利和可行性。 总体而言,ASO CAFE的决策不仅丰富了顾客的支付选择, 还促使了数字货币在越南的更广泛应用。 这是数字货币逐步渗透到生活的一个生动案例, 为PiNetwork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更是数字货币在社区中传播的一次重要机会。 第五,一家位于越南县港市的杂货店接受Pi支付。 这意味着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PiNetwork的数字货币也开始被广泛接受。 那么,这家杂货店的决定为顾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支付选择。 所以,顾客们现在无需携带大量的现金或使用传统的信用卡, 可以直接通过使用Pi币来支付他们购买的商品, 体验Pi加密货币的便利之处。 这种创新的支付方式还为顾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使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支付方式。 Pi币的普及和使用不仅为商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收款工具, 同时也为顾客提供了一种更具创新性和未来感的购物体验。 另外,这家杂货店的决定也反映了对数字货币的认可和信任。 作为PiNetwork的一部分, Pi币不仅被视为数字资产, 更是一种可以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货币。 这有助于建立Pi加密货币在日常生活中的可接受性和普及度。 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 Pi币在越南推广和应用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小轩我认为会带来七大好处。 第一肯定是促进经济增长。 Pi币在越南的推广有望促进数字经济的增长。 商家接受Pi币作为支付手段将吸引更多数字货币用户, 增加了商业的多样性, 为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第二,金融包容性。 越南有一部分人口可能没有传统的银行账户, 但有了Pi币, 金融包容性得以提升。 即便是在偏远地区, 人们也可以通过Pi币参与到现代金融体系中来, 享受到数字货币所带来的便利。 第三,商业创新。 商家开始接受Pi币支付有望催生商业创新。 这可能包括使用Pi币开发新的支付解决方案, 激励方案和客户忠诚度计划, 从而推动商业在数字经济中的创新。 第四,社区发展。 Pi币的推广将建立一个强大的数字货币社区。 这个社区可以在教育、技术、商业等方面分享知识, 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推动整个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提升消费者体验。 对Pi币的广泛接受使得消费者可以更加便捷, 高效地进行购物和支付。 这提升了整个购物体验, 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灵活性。 第六,创造就业机会。 数字经济的增长通常伴随着新的就业机会。 商家接受Pi币支付可能促使相关行业的扩张, 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就业水平。 第七,生活的多姿多彩。 在越南,Pi币为生活注入了一抹多姿多彩的色彩。 从市场上的香料摊到街边的小咖啡馆, 人们可以轻松地用Pi币进行交易。 这让生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支付方式, 增添了一份新鲜感。 总体而言, Pi币在越南的推广和应用有望为经济, 社会和个人带来多方面的好处。 推动数字货币在该地区的广泛应用。 以上所有接受Pi支付的商家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 加密货币不仅仅是一种投资工具, 更是正在逐步融入日常生活的支付方式。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实体店家参与到Pi Network加密货币的行列。 这不仅反映了Pi Network在越南的持续发展, 也说明Pi币作为支付方式正在逐渐走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这样的变革既推动了数字货币的应用, 也为Pi Network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 商家们的参与不仅是数字货币进入日常生活的实力, 也是数字货币在越南地区不断扩展的见证者, 为Pi Network的全球拓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OK,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